昨天检方得意地夸张地继续求行 看到了与恶最近的距离 宜兰县长林兹庙 23日在涉滩案辩论庭中遭检方提出20年重刑 以及耻夺公权5年的求行 林兹庙24日下午首次回应说 检方对于不存在的利益与正常的借贷 提出过于夸大的求行 不仅对他进行政治迫害 也让许多公务员感受到威胁 更让他看到与恶最近的距离 比如虚构犯罪事实 颠倒是非 就是为了攻击资庙 操家面缘 并打击公务的气息 昨天检方得意地夸张地继续求行 为不存在的利益 以正常借贷的求场20年 更殃及了许多公务员 资庙只能说不意外 看到了与恶最近的距离 资庙一生认真努力 简单做人认真做事 加上许多的公务员一生 战战兢兢为国家付出 最后还落得政治打压的下场 恳请法院还大家的清白 还社会的公平正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